謝謝大家 今天在下大雨 這麼大的時刻 看到所有的好朋友們 一起為環路漁民 大遊行站出來 台灣的交通安全 面臨了非常史無前例的嚴峻挑戰 這樣一個嚴峻的挑戰 我們要痛定失痛 不斷的徹底的檢討跟改進 最主要是希望讓我們下一代有更安全 更理想的一個優質的環境 我們今天特別 給各位青年朋友做個報告 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 我們不斷的要從我們的交通法規都市計畫 重新的細做示威跟檢討 讓我們檢討裡面 今天特別是來回應 民間團體環路移民的五大事求 這五大事求我們一定要做到 因為現階段的人車不分 混淆了整個交通的空間 我們要同時去檢討我們交通的耗字 標誌跟標線 這些已經不合十一的 我們都要落實的 可以把它改正好 在這個狀況底下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我們必須要車讓人 強讓弱 這是天經地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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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同時 在這裡給各位好朋友做一個說明 交通 人本環境的交通裡面 不是只有規範跟規矩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更為國民的品德跟修養 在這品德修養底下 讓我們不要忘了 車下的車我們都是行人 我們都是行人 車下的車我們都是行人 行人好 台灣會更好 最後 在我們在這裡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讓人品環境的交通 擺脫第一二名 讓第一的二名擺脫 還給下一代 找回行人的尊嚴 跟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首先 要感謝行人臨死亡 推動聯盟 以及許多公民團體 共同舉辦 今天的環路權移民 大遊行 當然更要感謝所有的好朋友 即便是下著大雨 仍然共襄盛取 大家的心都一樣 希望為台灣的交通安全 來盡一份心力 身為執政黨的議員 也是總統候選人 我有責任 來聆聽大家的意見 我更有義務 未來來落實每一項寶貴的意見 達到實質上改善台灣的交通安全 因此未來 我將秉持兩大原則 第一大原則是以人為本 第二個是智慧科技 落實三大承諾 第一大承諾就是 我將落實日前行政院 所通過的道路交通基本法 本則 道安 監理 還有交通 以及執法 四個面向 全面改善 道路的交通安全 那第二個呢 我會承諾 未來能夠結合在野黨 執政黨共同努力 同時中央跟地方攜手 實質 積極的務實的改善 各縣市的交通路況 我們預計在明年年底之前 能夠對優先的600個路口 能夠進行改善 第三個呢 我承諾 會支持我們今天活動的 台灣行人的路權的宣言 預計在2030年 將死亡能夠降低50% 到2040年的時候 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 能夠達到零死亡這樣的目標 我希望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也希望社會我們大家共同站在一起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現場的 參加環路漁民的訴求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非常感動各位冒著大雷雨 能堅持站在這裡 來參加這個五大訴求 環路漁民的公益活動 這是一個純粹的公益活動 沒有任何的政治色彩 我樂意非常來參加環路漁民 我也非常支持五大訴求 我要再加上一點 就是說 環路漁民也很重要一點 在環路漁民的過馬路的時候的安全 我非常支持 也非常贊同 對人行走斑馬線的時候 我要勸所有的 不管你是開車的 開公車的 或騎車車的 一定要停停看 讓走在斑馬線的人 有真正 人身安全的保障 也讓斑馬線 有他的威權 我自己過去在半年內 晚上出來散步 走在我家的附近 過馬路 就兩次 差一點被大的車輛 所逼到邊上去 所穿點創道 所以我真正感覺到 走在斑馬線上 每一個車輛 當你在右拐的時候 或左拐的時候 碰到安全島 一定要停停看 讓走到安全島 走在斑馬線上的人民 感覺到絕對的自由 絕對的安全 這一點 大家也養成這個習慣 所以在這裡 我強調 我不但支持 這個環路漁民 我還是希望支持 能夠走到安全島的時候 走到斑馬線的時候 看到有行人 一定要停停看 停一下 停一停看一看 另外呢 所謂的硬體建設 我發現到 很多在右拐的時候 很多公車 看不到走路的行人 這一點是屬於道路交通 要改善的部分 那麼我 希望政府有關單位 也應該來注意 所有的規劃設計 要讓斑馬線 跟這個 車在轉彎的時候 有足夠的 有足夠的距離 足夠的安全 讓斑馬線 車輛調轉彎的時候 讓他看得到行人 也希望他能夠停停看 我想 這個活動呢 非常有意義 我也非常 榮幸 來參加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的訴求 我們全國 老百姓都能夠聽得靠 我再加一點 大家到 路過斑馬線的時候 要停停看 還給每一個行人 都有行人安全的自由 好嗎 好 我是郭台銘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創辦人 郭台銘 各位關心行人 道路安全的朋友 大家 午安大家好 這個 大家在雨中 辛苦了 在今年的5月8號 三歲的 余小妹妹在斑馬線 發生車禍 死亡你知道 當然余爸爸很傷心的說到 他不曉得下一個 受害者 會不會是我們最親的家人 我們最好的朋友 結果我講完以後 你知道 好像在昨天 又有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公公 一樣 又在斑馬線被公車撞死 你知道 當然 車禍還是會發生 只是他在想說 台灣走到這裡 到底有沒有什麼需要再去改進的 那 先看統計數字 日本的人口是台灣的五倍 可是日本在車禍死亡的人數 比台灣還低 這表示說 如果用每十萬人口來計算 你知道 我們台灣的車禍死亡人數 應當是在日本的五倍以上 我看了一下數字 我們台灣大概是每十萬人 在2021年是12.67 日本是2.1 所以算起來就是六倍 那當然 面對問題 你知道 當今政府也不可能不做事 只是說 他們的方法從來就是傻逼 他們先推動那個 第十三期道安方案 發了12億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錢花下去以後 車禍死亡人數 反而比執行之前還高 那 接著又提出這個 道路安全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發了309億 那當然 最近被外媒批評說 是行程低於 又發了400億 不過我們看看 今年前五個月 一到五月 我們的車禍傷亡人數 比去年同期又上升了13.2 顯然 政府不是沒有花錢 只是說 效果不好 那麼 時間到 好 我覺得我在那邊開始講 我以這個我在台北市的經驗 其實 人民發生車禍的時候 他不會去 怪政府 他常常會認為自己運氣不好 不過以我們實際的日子 有一次我們在仰德大道出了車禍 你知道 那一次就撞死四個人 後來我就要求我們的交通局 針對仰德大道去做個研究 結果發現 五年有700次車禍 那將來經過五個月的這個整理 你知道 包括交通耗製 什麼再弄一弄 第二年同期的時間 再檢查一遍 我們車禍傷亡人數下降了60% 後來我跟我們的交通局在講 我說仰德大道 每年都有文化大學學生 在上面發生車禍死亡 那如果我們早一點去做這個計畫 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遺憾 所以結論是這樣 政府不是沒有花錢 但是覺得政府應當更注重統計數字 然後做一些基礎的工作 真正把道路的交通安全提升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認為是這樣 交通安全不應當只是個口號 不應當只是個願景 它應當是一個可以讓人民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安全 所以結論是這樣 政治的核心還是執行力 我也希望說 我想 不會有人希望車禍增加 但是希望大家願意 包括政府 花更多的力氣去把它做好一點 就是這樣 我們只是表達說 希望政府可以做得更好的意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